你自己講 大家好我是劍林 台語叫劍林 我朋友都叫我劍林老師 在我大學跟研究所的時候 我讀的是物理系 因為從高中的時候就開始相信 物理是基礎科學 我要成為偉大的物理學家 我要改變化學 改變生物 改變醫療 我要改變世界 但是慢慢的 忘記了我自己的夢想 慢慢的覺得 我不要出去害人就好了 改變世界 想太多 所以呢 我本來還考慮要進入學術界 但是我決定我要出去找工作 那我選擇 我從小到大最喜歡的 最喜歡的資訊頁 我決定成為一個工程師 去擁抱我的小學生 對 我就想不要去做什麼 改變世界的夢 那我從小到大最喜歡的就是資訊 你知道我人生中第一次覺得 我要珍惜生命什麼時候 是有一天我在看一本電腦書的時候 有人說靠這本書那麼熱血 但是我今天出去被車撞 看不完這本書怎麼辦 所以呢 物理是我的夢想 資訊是我的熱情所在 那前一陣子呢 我參加了一個創業活動 認識了我夥伴偶一友 那我決定開始 找回我當初的夢想 開始 再度勇敢去做夢 對 然後現在 台灣社會紛紛擾擾 負面力量很強 那我們決定用負面力量救台灣 然後 晚一點呢 我的朋友 會 跟大家介紹我們的計畫 對 然後謝謝大家 負面力量救台灣 我是劍林 嗚呼呼 是大家上來的時候 不用那麼緊張 那兩分鐘也沒有想像中的 這麼短 所以不用 我開始了 不用緊張 不用緊張 好 下面一位朋友 彥廷在嗎 好 掌聲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叫彥廷 然後我目前是台中朝陽的學生 那剛好 我是剛好 因為我們在夢想搖籃計畫 就是有參加 創業比賽 那剛好因為這個機會 而認識了焦點 而今天來到這邊 跟大家分享 那瘋狂指的是我對 活動的瘋狂 交友的瘋狂 我很瘋狂的去參加活動 我曾經花了半年的時間 去參加台北各地的活動 包括培訓課程 例如LNI 有錢人講的 和你不一樣 和一些卡內基的基礎課程 那我非常的瘋狂 那我也非常喜歡交朋友 所以我認識的人很多 那也希望大家 如果在各個場所或活動 有看到的話 也不忘 請跟我 打聲招呼 那我也會很熱情的 給你一個擁抱 給你一個微笑 謝謝大家 這邊的位置是 玉虹 在現場嗎 好來 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是老虎 然後來自菇利 然後呢 我家是種了香草的 待會呢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個 就是關於錢啊 價值啊 等一個旅行的故事 然後如果呢 可以的話 我會想說 把這個概念的就是 推廣給大家 然後如果我做的事情 又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演戲過來玩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的 下面一位的朋友是 維婷 好來 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叫維婷 然後目前在秦夜工作 可是我5月份要離職 因為我要跟那個玉虹一起測試 就是她等一下會介紹 然後我自己說 所以要離開秦夜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秦夜就是 對 因為我們太習慣 那裡面商業性的一種 就是活動生活 所以她裡面太多 一些黑暗面 就是實際去看才會知道 然後我就不是很喜歡 所以我想就是 因為 跟她做了很多事情 然後就是也體驗到一些事情 我覺得 在秦夜裡面是 遇到了 就是可能正到 實際去體驗才會知道 然後 我們之後也是會有開始 種田 種田最主要那個時鐘想找 然後也有一些 就時間同地 因為我們有保護去看 然後去學習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可以如果 希望的話可以在今天 可以找到一些同伴 就好,歡迎一起加入 好,謝謝大家 謝謝 那其實我前面有提到 只是在這樣的一個場地 其實你可以 假如說你有一個計畫 然後你正在創業 或什麼 你可以需要夥伴 那就大膽提出來 然後可以 或許大家 待會私底下 可以再做交流 這樣子 好,下面一位朋友是 Bingo 他Bingo好像在上洗手機 我們待會再會來Cue他 他再來是旭根 旭根 來掌聲歡迎 不好意思 剛剛那個放太多 是因為我以為每一個都要寫三個 好聰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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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 講完 要把它講完 支管這個幾乎不用看 因為這是 不小心就是填上 大學就是填上 然後其實 那時候是要填日文 然後孟姆想要好好支管 然後但是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有去修補系 所以 後來日文比自管好 對 自管幾乎就是沒有 沒有在管他 然後 工作一陣子以後 痾 大概 對 就是覺得這工作實在太郁悶了 在台積就是做 記錄人 然後我覺得我需要有自己的生活 對 那時候對設計就是有點憧憬 然後就直接離職 就直接去台北補習 就直接考研究所 然後目前在東台的工業設計研究所 念工業設計 對 目前正在寫問你們 然後美食呢 是因為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 人在世界上就是 要有一些喜好 那我特別喜好吃 跟就是啤酒的文化 多美酒 紅酒啊 一些 小酒其實都還蠻喜歡的 對 如果大家對 啤酒有興趣的話 可以就是 大家私下可以交流 然後藝術人文創意 那個就是 對 設計師就是喜歡假文青 就是 對 就是亂謀 他突然寫一些有的 對 大家可以講 然後 目前是有一個計畫 跟我的 麻吉 好朋友就是有在規劃要弄 呃 在新竹來弄的啤酒餐廳 對 我目前都還在規劃中 對 可能最近就是會 可能會去上一些課 可能是釀酒課啊 或是一些 新餐課啊 之類的 對 目前這樣 就 差不多這樣 OK 謝謝 其實剛剛好 我們在那個東海 呃 那邊 那個 有一間 那個好朋友開的咖啡廳 我們認識了 就是 呃 就今天有帶那個 手作甜點的那個朋友 然後 他那時候有問到說 就我們活動大概是幾點到幾點 我說我們活動是 呃 其實是六點半開始 然後到十二點 為什麼到十二點 因為我們通常結束之後 還會再去吃宵夜 那待會 想跟著去跟 這個 有想要跟他拼酒了齁 大家的宵夜 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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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 咖啡喝太多 因為有想有喜歡喝咖啡 所以 所以不適合 不適合 對 目前在選 那我們自己要火拼的 這就可以知道 好 好 旁邊喝水 好 好 下面一位 是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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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秀長 掌聲歡迎 實在話 我就是小緊張 其實我也不懂這個活動 而是因為一個我馬來西亞的朋友 我是在台灣認識他的 然後我才過來這邊 我是大陸福建過來的 然後是交換生在明道大學 然後 有點小緊張 我個人比較潤光 也比較積極 我是在明道是念數位是很積極的 之前也是喜歡美術 是有繪畫能力這方面的 然後希望說 今後的一些工法是 跟眾和我一起去打拼這個事 也是專門是做這個 繪畫或者設計的一些 方面這些東西的 不好意思 忘了我說 好 謝謝 現在 Pinko 我們再往前跳 OK 好來 掌聲歡迎 謝謝 謝謝 我的本名字 張哲英 然後我說話叫冰狗 大家叫我冰狗就可以 因為我之前 就是很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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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做我們叫貴冰狗 就叫冰狗 貴冰狗上次很難念 所以就叫冰狗 叫酒就變成B.I.G. 我的冰狗就這樣比較好幾年 然後這是我每天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老闆每天都會跟我講 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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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感在哪裡? 就知道有美感這樣子 然後設計就是我們平常在偵查一些 就是跟自媒設計之類的 溝通他們想要的版面 就是他們會去參加一些比賽 然後做一些簡報要跟他們討論 然後溝通就是經常要跟客戶溝通過他們想要的東西 他們要帶他們想要的東西跟美感一樣去的一個平衡 因為如果他已經造客戶 一開始有人知道就造客戶一次過 然後我老闆看到的規劃 我這個東西太醜了 就不然咱就這樣就看了 對 這樣子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子 謝謝 今天大家在市場好像有四到五位的設計 就是面設計的朋友在現場 對 待會可以比拼一下 不是 好 來 謝謝 再來是 MAT 他面前請假 好 好 內部黑名單 好 再來 志祥在現場嗎 來 掌聲歡迎 我是那個是 這是另外一位的 對 來 是另外一位的 沒關係 OK 一樣 大家好 我是Alex 我的第一個事實上就是Alex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那我的第二個是行銷 因為我過去九年從事都是跟行銷有關的工作 那從百貨然後到實體通路 然後到後來到飯水的網站 後來又去電子商務 後來又跑到了電視台那邊 那最近一年多是回來中科的指引公司做行銷這樣 那今天為什麼會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活動 是因為當我從事了九年跟行銷相關的工作之後 我覺得我好像整個被商業利益跟銅臭會有點 有點我可能需要一些心理瑜伽 需要看到更多有勇氣的人或是有熱情的人 那些想法這樣 所以我的第三個是回歸 就是當我做太多那樣的事情的時候 跟行銷的垃圾的時候 我可能需要再回歸我自己 或是再接觸到更年輕的你們 有夢想有實踐力的人 所以如果你們的計畫或你們的夢想 有任何需要你需要行銷的衣服 可以討論一些東西 那如果你的專長是設計的話 我可能非常需要跟你做討論 謝謝你們 謝謝 今天來試一下我跟Alex稍微聊一下 因為他之前從 包含電子商務啊網路 網路行銷 然後到這個 屍體的 他都有參與過不同的行銷 行銷的領域這樣子 然後他說其實這些東西 到最後其實都是 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知道 從他這句話就知道 他的功力已經不同的 你知道嗎 這大事情有心法 有心法 就有任何請教方面可以請教他 好來 下面的朋友是 OEO 掌聲歡迎 大家好我是黃黃泉 然後我的暱稱是OEO 因為我從小上網就用OEOEO 那第一個關鍵是200萬 其實是我過去 其實是一個很努力工作 每天加班工程師 但是我在過去三年 我花了200萬 然後其實買一堆垃圾 放在家裡 或送給朋友這樣子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決定 看到現在社會上有一些 就是資訊的不對稱 所以我們想要出來 就是改變這個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變成一個22K 我們自己出來創業 22K還是我自己 發給自己的薪水 所以我從一個寫案工程師 變成一個22K的工程師 然後第三個是我們創業的 我們創業的營收 目前是零 那可能還會是 維持零一陣子 但是我覺得 只要做自己跟夢想有關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 就是會很有衝動這樣子 就是不會後悔自己的決定 那等一下我會一個十分鐘的分享 那完整的跟大家講說 我們從一開始 為什麼要創立這個東西 我們做的東西叫負貧網 我們就是要就是 把人類發現到最多的不完美 都是在我們的網站呈現 所以你在花錢之前 只要稍微看一下 你就知道你該買或不該買這樣子 那等一下有十分鐘 完整跟大家分享你的故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其實從大概 那個 那個做的介紹 覺得就是 相見很晚 太晚成為朋友了 其實在上一次的那個 那個亮璇他之前也做的介紹 他會講到他以前 國中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就是創業 然後就做那個 那個大補貼的對考 然後當時好像就是國中 就月 就一週收入有破死 破死幾 對非常厲害 就一個死國中生這樣 很厲害很厲害 好來順便一位朋友 神之達 沒來 沒來好 一樣黑名單 竹林 在嗎 竹林 好 女生 沒關係 舒平 舒平 在現場嗎 好 接下來的朋友可能都要趕車 小天 小天 好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叫小天 呃 之前 之前 欸 我有點緊張 我有點緊張 那個 我本來不是讀設計的啊 因為我是因為也是 覺得自己很有那種創業 還有就是有那種 對啊 很有想法 然後才會去讀設計 然後之後我設計讀完之後 我發現 欸 設計跟我自己想不一樣 對啊 啊然後 現在 就是我在台灣公園區 然後 有那個 家具的研發部 然後在做設計 就是做開發這樣 對啊 那所以有 如果有那種設計 或者是 我朋友可以 一起交流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那其實小哥也跟我們 下個月的那個分享是這樣 先預告一下 好 接下來是 阿貴 我們台中團隊的掌聲歡迎 拍到後會覺得 欸怎麼Q到我這樣 那 我的三個關鍵是 故事的洗雨精 就是 我幫膠點寫故事 已經寫了大概 超過一年了 那我的風格換了三次 那 這個的話 就延伸到說 我到底想給大家什麼樣的故事 那 我就賣個關子吧 你們可以到 打焦點 然後看一下 我故事的眼睛 我希望給你們的是 文字是一筆星舟 那 他是將感動帶給你們 那請不要看這個舟 請看它裡面到底有什麼 那 那攝影風格是我 當面之後 我 再開始想 未來要怎麼走 我發現我會被一些 風景的吸引 對 那 我就決定要 開始刻意 要開始拍 嗯 在場一下 有一些人看過我的攝影作品 就 知道說 我的攝影就是 嗯 就這個樣子 那我後來去界定說 後來去界定說 我到底要拍什麼樣的東西給大家 攝影 其實不難 難的是 你到底想給人家什麼 其實你願意按下快樂 去想一下 是什麼樣的感動 幫你按下快樂 那 呈現出來的圖 跟你的感動是不是相同的 如果相同 那你就可以了 那 接下來就是那一些 嗯 很堅持的不知是拍一首 啊 複三角之類的 但這些不能蒙面你對他的興趣 你 當你發現你會想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持續的持續的被他引用 很像 有點像被拐一樣 你每次覺得要結束 但是又被吸引到 那 我覺得 你就會發現說 欸 你到底想要怎麼樣去找到什麼樣的路 那 人生的插入是 我本身的科系跟這些完全沒關係 那 我的話還在找我的志向在哪裡 那我的話是先 從焦點這裡開始 慢慢寫文字 然後歌聲音 慢慢累積我人生的後部 因為 人生是很需要去累積他的後部 才知道說你自己可以到哪裡 好 到這裡結束 謝謝 明顯今天阿貴的自我介紹是有備而來 再來 陳君 掌聲歡迎 哈囉大家好 我叫林陳君 然後我比較喜歡大家叫我君明 君明比較好記 然後 這三個關鍵是我的興趣 第一個就是旅行 然後我對於旅行 旅行對我的緣的話 他就我覺得 我把它定義成一個流浪 就是我在旅行中 我蠻喜歡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然後說走就走 有點像流浪的感覺 而且也沒有任何的目的地 就是說我想要感覺 我想要去哪裡 就到哪裡 然後可能也沒有做什麼 就是安靜下來 然後繼續去看看 看看這個世界 然後聽聽自己的聲音 然後攝影 然後第二個是攝影 我覺得攝影對我 也就是會觀察 就是我在 平常的時候 我們可能很忙碌 我們在自己的事情 可是攝影的話 就是在那個時間上 我可以很專心的去 用我的相機 或者用我的眼睛 去觀察我身邊的每一件事情 然後在那種相機把它拍下來 對然後 然後再來第三個 我進去就是咖啡 就是常常自己喝咖啡 然後可能自己買咖啡豆 因為咖啡 原來把我帶入咖啡的世界是炸粿 他就是 他第一次帶我去喝黑咖啡 就是單品咖啡 然後我才知道 咖啡它可以這麼的多變 不然我以前都是喝拿鐵 什麼三合一咖啡 根本就是 不知道 完全喝不出咖啡的感覺 對然後 這種接觸了單品 台咖啡 也就是多變 然後現在自己在 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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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在煮咖啡 所以呢 有 這三個興趣都可以跟我們交流 謝謝大家 其實今天現場有來一個 咖啡的Bartender 待會兒也就 常不怕上來 幫我介紹 好 再來 再來是Vicky Vicky 再來 再來 欸 嗯 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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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歡迎 大家好 我叫弘弦弦 我是目前在高中大學做讀 我應該是少數的大學生自己 然後 然後我是就讀金融管理的 但是呢 我不是以商業為主要導向的 其實我比較偏向設計 我也是蠻喜歡平面設計相關的東西 所以我會有一些 就稍微一些美學概念 我現在是我爸爸傳給我的 而我算 我是想說 讓創意融入一切 這個要怎麼實行呢 我在高中大學期間 我擔任過我朋友 他們是搞獨立樂團 就是地下樂團的 我擔任他們的設計師 設計師 還有那個 就是行銷企劃幫忙的助理這樣子 就是幫他們行銷一些他們的EP 相關的一些表演 而在從中呢 我也學到許多設計相關的東西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東西 就是我本身並沒有學任何設計的概念 但是我就是從 幫他們去做這些東西 我才學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 這像是一種 做夢 一種做夢的感覺 我就覺得 人應該是 人是一種 該去做夢 所以我是 我覺得我自己也是有一種 想要去做夢的感覺 於是呢 我撐52秒 所以我要再宣傳一個專案這樣子 各位有聽過U.School嗎 U.School是一個幫助高中生 到大學生 中間要做一個選擇 就是要抉擇上 要上什麼科系 什麼科系的 U.School是提供的平台 讓我們所有 讓大學生可以跟那些 所謂高中生 他們去對談 去講自己科系的一些優缺點 我覺得 因為在場相信很多人都認識 所謂 填錯科系的 填錯科系 就不敢去做夢的 我想 我們U.School的專案是 要打破這個規則 我們要讓高中生 勇敢去追夢 就是所謂 不做後悔被子 然後 10秒再講一次 就是希望能夠認識各位 我想要 各位寶貴的意見 讓我們U.School可以更加的發展 更加的茁壯 我們需要很多意見 來提供給我們下面的高中生 讓追夢 從18歲開始 謝謝 Woo 大家要不要看學運這樣子 他才大一而已 哇 哇 非常的年輕 而且他今天從高中衝上來 非常酷 好啦 下面一位朋友是 鄭佑 好啦 掌聲歡迎 不錯 哈哈 所以我這個節目 很少婦 大家好 我叫鄭佑 然後 我其實本身是學紡織的 然後 大家 就是對紡織的印象 應該可能就是 打毛線衣啊 還是做什麼的 但其實不是 我們紡織是工程背景 就是從材料的 全圓物料的沙線 開始做起 這樣子 那 這襪子呢 是因為就是 我呢大學的時候呢 有去接那個企... 就是到研究所都有接那個企劃 然後這個企劃是 就是培育這個領域的人才 因為我們這個領域的人 其實已經很沒落 因為紡織其實 對大家來說 是有點系統工業 但是其實紡織的技術呢 台灣的紡織技術 是非常前衛的 台灣很多產品 就是 都是做 就是代工嘛 那但是 它其實都是 從紡織 台灣的人就是自己 更生 做起來的 那可是它掛的品牌 掛在別人的品牌上 就變成是 別人的 別人的 那我希望說 我自己做 我從襪子是因為 我 住在帳化 那它 是側頭 然後它的襪子是 很多的 很多資源在這邊 那我希望從這邊開始做起來 然後 做一些很好的 經濟性產品 然後我甚至有做一個品牌 然後我希望說 把這個概念 分享給你們 大家知道 這樣說 謝謝 下面的朋友是 易泉 來 掌聲歡迎 哈囉大家好 我叫易泉 那我第一個是雨球 那雨球的話 它的故事比較深 那我就簡單講 那雨球就是在我高中時候 剛好加入雨球的社 那特別喜歡 那結果 剛好遇到一個老師 他也對我蠻好 那到了 那個深入大學的時候 我一個暑假 剛好跟彥廷一樣 參加了那個 卡內基訓練 那 那時候開始 我就開始了 人機關係的活動 那時候就開始對雨球 甚至是 我的師父 我也不太敢叫他師父 因為他只是一個 那邊管理現場的那個 老先生 那因為我跟他做人機關係之後 發現他對我也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就 開始有了交流 所以他就 不收費 然後也很熱忱的 教導我 對雨球方面 所以 讓我現在就是 對雨球非常的興趣 那我也是大學 指管系 雨球隊的隊長 也是創始人之一 那活動的話 是因為我加入了大學學生會 那 活動的話是因為 我加入學生會之後 發現辦活動 非常的有趣 那 活動結束之後 雖然你可能是在清掃 或是你在過程中 被 客人 或是被一些同學 謾罵 或說你們動線怎麼樣不好之類的 那 回收回來的都是一些經驗 所以我覺得這很不錯 所以我覺得 參加社團 還有像 來這種交流會 都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活動 這樣子 謝謝大家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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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亮 我叫康正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 目前就讀那個 明道 我是讀資訊傳播 而目前我的興趣 是 在那個 前段那塊 就網頁跟APP做活動那一塊 然後目前我是想透過這個焦點來認識多一些 目前創業的和相關背景的做一些專門交流 然後想轉變的話 因為我從馬來西亞來到台灣 目前我已經快三年了 然後我是比較多參與那個志工活動 然後我在轉變的過程就是 就是從之前擔任那個慈濟的志工 到這邊就參加一些像教育部的一些案子的志工 還有去和平志工 到國際志工 這樣子也有去過那個廈門那邊去 帶那個小社區協商的小朋友陪伴那邊 然後因此讓我有更多的角度 第二個就是多角度去看我這件事情 因為我也擔任那個社團的副領隊 就我那志工社副領隊 所以就要召集大家要怎麼去安復每個人 或者是要怎麼去分配工作 就要怎麼學習啦 去對事或對人這樣 然後自我成長呢 我目前覺得成長還蠻多就是 在我 因為之前我還是蠻白目一個 就不會看的臉色之類的 有話直說 但是因為也被老師一直念啦 這樣子 然後也被一些剛讀的 還是學長姐分享 因為我以前也是參加過我學校的學生團 目前之前是做那個新聞部的 這樣子 所以 有參加到一系列的啦 包括社交活動這樣子 所以自我成長在這一塊 在社交這一塊 真的 對我 很大幫助 好 謝謝 再來是靜宜 靜堂 沒有在現場 好來 那接下來我們有開放就是 給大家做自我介紹 有沒有朋友想要先上來做個自我介紹呢 一樣兩分鐘的時間 好 Anderson 掌聲鼓勵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中庭 跟那個 您為一題 差一個字 我叫中庭 那我叫Anderson 那我是 當一個咖啡師的法廷 那我之前有做過 星巴克 那為什麼我會做從星巴克 然後一直 那是 做星巴克是我大二的事情 那一直到現在 我還是在這個工作裡 因為我自己的個性事情 也喜歡追夢 那也喜歡去嘗試不一樣的事情 那在大學那段時間為止半空半度 那但是後來再發現說 其實我喜歡去聽 去觀察所有人的事物 那昨天很 很榮幸就是 遇到月亮還有阿貴 那是在一間 在東海的 Unbaked It 那間的咖啡店 它裡面有一個叫 等藝人咖啡 那這等藝人咖啡 你們如果有機會去的話 可以去嘗試 嘗試看看 那 就我的目前為止是因為 也是等藝人咖啡 它是九八道作書 然後才應有一點機會 才想要講 加入到咖啡這個行業 對 那 從咖啡一直都到現在 我常常就是 一直聽 喜歡 因為其實咖啡其實是一個 聊八卦 討論公事 很多的地方 那我專精的話 我未來是希望可以當一個咖啡的講師 但我不一定 我自己也認為說 你喝咖啡 不一定要喝得很專精 喝到什麼味道 我喜歡分享的那種 我喜歡分享的那種多次 分享一個氣氛 分享一個環境 所以 縱使你今天是喝一杯三十五塊西門的咖啡 或者是一百五十幾塊 星巴克什麼樣的咖啡 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它環境還有當下 自己的心情 就是我喜歡在那 工作氛圍的感覺 那你在那當Bartender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很多不一樣的是非謠言 所以我也會聽到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但是 就跟你們追尋追夢一樣 你要不斷的去嘗試 你才會知道你自己喜歡什麼 所以你聽到很多不一樣的聲音 你才知道你內 消化之後才會變成你自己的東西 也許這個人講的是對 那個人講的是錯的 對 但是你總是聽一聽 然後你就 就 舒遍跟客人分享的過程當中 你會去 嗯 認識不同的夥伴 認識不同的朋友 認識不同的個性的人 所以 嗯 才會慢慢 讓自己感覺有做 嗯 怎麼講 就是 很像 進入到別人的故事裡面 對 那 所以我在大 嗯 我也喜歡追夢 所以我在之前的時候 對 之後我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有曾經還到過兩次 對 那我是 就是一次是跟學長騎駕車 一次是我自己騎駕車 對 那我也喜歡就是想到就做 然後想到就出發 對 不要什麼任何目的 不要什麼原因 就 你想要沈澱自己 就是我們這一年代屬於 屬於我們自己的 想要做的事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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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最初階的一個 bartender 他們做的任務 就是 把一杯酒 如何調到最平衡 不會過酸 不會過辣 不會太苦澀 這樣子 那到後來呢 他們其實又到了另外一個層次 因為 Bartender其實是 整個酒吧裡面最重要的那個靈魂人物 他就代表了 那個 這個 酒吧跟客人之間的一個溝通橋樑 所以他怎麼樣扮演好這個角色 其實就是到了另外一個境界 那其實像Anderson和大家的分享 其實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境界 然後大家會有興趣可以跟他做一個交流和互動 好,那有沒有朋友要做我介紹的呢? 好,來,我們掌聲歡迎 大家好,我是芷琳 然後我的三個關鍵字是社會創新,然後食物跟孩子 然後第一個社會創新是我自己現在 就去年剛畢業,然後我自己工作 是在推廣社會創新還有培育社會創新的人才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字 就是其實簡單的講的話 就是用創新的方式去解決一些既有的社會問題 或是沒有被關注到的問題這樣子 然後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講最重要的是 這些做法怎麼樣去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例如說他剛才提到說怎麼樣從一個人去幫助另外一個人 然後形成一個善的循環這樣子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話我覺得我相信食物的力量 然後我是等一下會分享的一品的 就是另外一個共同創辦這樣子 然後我相信食物的力量是可以展現在 你吃什麼是展現出你是什麼樣的人 而且你可以透過你做選擇去改變這個世界的不同 就是食物的力量很大 然後我自己也很喜歡吃這樣子 然後第三個關鍵就是孩子 就是我很喜歡小孩子 然後我也希望以後可以就是從事教育的工作 然後可能是在食物的方面就是如何去選擇對的食物 或是食物怎麼樣 就是食物的整個過程 不是只有在最後的吃的過程 而是從他一開始的生產 然後或是食物整個背後的文化 就是很想要跟大家分享這些故事 嗯 以上 謝謝大家 阿姨剛才子妮有提到食物 那大家剛才有沒有知道我們今天 就是有一位朋友帶來他手作的這個甜點 那我們可不可以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掌聲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叫靜欣 就是盡情就是盡情盡力的那個盡情 對 然後這樣比較合計 然後我現在已經就是畢業大概兩三年了 然後我接下來是要往金融方面的工作去 金融相關的工作 然後但是因為我上一個工作 其實我是在那個料理教室裡面工作 然後也因為這份工作 我對料理產生了很大的興趣跟熱情 對 然後因為我相信料理它是可以傳達 嗯 它是可以傳達你的很多的愛心在裡頭 就算 就像我今天我帶那個Pizza Hut 跟我自己所做的料理 我相信大家的感覺一定會不同 對 然後我希望 嗯 希望藉由這個平台來認識更多 跟我有一樣興趣的人 或者是 嗯 或者是想要在這邊找到 對 對對對 哈哈哈哈 對 因為我很緊張 嗯 對 然後就是希望藉由可以 跟大家一起享受這場動作 好 謝謝 好 那還有沒有朋友要自我介紹 我們最後三個名額好了好不好 好 來 這邊 這邊請 好 那我們就第二位 好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莊博智 嗯 來這邊 我本身是創業的一個課長 那沒想到就是大家都分享他的夢想 那 感覺說 其實我年輕可能跟你們有一段差距 那感覺說現在的學生 他 嗯 大家都很 很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 那 會去追逐自己的夢想 那 我分享一下我的經驗 我大概創業過兩次 那 大概成功一次半 欸 應該算半次 第一次是失敗 那 失敗就是說 當然就是第一次是沒什麼經驗 第二次呢 那 我就找一些公伴 嗯 目前是做 台下偵測器 TPS 電視上可能在過一陣子也是會常常 電視再過 那相關的產業可能是 嗯 股價也蠻高的 那 我 最近打算把那個公司的股票 都賣掉 那 中間的學員就是說 我給各位的意見說 如果要找創業的夥伴 就是說 離職 個性 價值控要 要先了解一下 因為就是 下午 為什麼會禮拜天說 因為 嗯 合作到後來就是 大家的一些 也不太一樣 雖然我們是一個 是一個賺錢 可是 如果他 大家的輪流不一樣 我覺得是說 趁年期的時候 還可以再做體驗 對我來講 還可以再做 下一步的演繪畫 嗯 高興認識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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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Jerry 然後我是跟他們一樣 是今天從台北下來的 的 然後我現在是在台下念地理研究所 我三年間選還在寫論文這樣子 然後我是 從小到大 就是爸媽沒有阻礙我任何的決定 就是讓我 Follow自己的興趣去 因為自己喜歡 趴趴走跟攝影 等等一些東西 所以 就念了這種 地理跟空間比較相關的學科 那等到我念到 大三的時候 開始面對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從小到大都選 自己最喜歡做的這件事情 但是 他教了我一個 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 但是他沒有教給我 如何去改變這個世界的方式 所以我在那一年的時候 遇到了 我自己人生的一個轉子 就是我開始去學一項 可以 自己讓自己可以活下去的工具 叫做 設計 就跟今天很多的朋友一樣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嘗試能夠去把 地理 就是這種所謂 空間分析的學科 跟設計 這樣子 跟群眾去互動的一個工具 去把它做結合 所以 我現在雖然一邊在 研究所寫論文 同時也是在台中 跟幾個夥伴們 去接一些空間設計規劃 的案子 那 蠻跟一般不一樣 我們舉個 我們現在接的案子 好 我們之前有個業主 在逢甲回拓門 蓋一間旅館 那過去在規劃旅館 其實很多的外面在做 譬如說像 金華國賓的大伴員 他們都是用 譬如說一年的revenue去算 然後 這邊的流動率 以及那個客房等等 那個幾層幾層去算 然後 但是我們 這是一種所謂 由上而下去 蓋一間旅館的概念 但是我們 過去因為 學這種空間規劃分析 我們是 做一種是由下而上 長出來的旅館的概念 我們希望說 這間旅館 它其實是 作為一個地方的入口 因為 其實對我們現在的人來講 找一間床 其實根本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但是如果找到一間 有意義可以說出一張故事的 說出一個故事的床 譬如說他今天到逢甲 住了這個地方之後 他發現這個 旅館可以帶他去認識 逢甲背後的人文 歷史以及這邊的故事是什麼 那其實對他也想 這間床有更新的一個價值 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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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來就是 好我們這邊 來掌聲歡迎 還有朋友 要介紹 還有朋友想要做自我介紹嗎 先問一下 有嗎 還有朋友想做自我介紹嗎 好一個 還有沒有 沒有的話 那待會硬姐就最後一個 好來 建 建妳嗎 建 好來 大家好 我叫我王珊 但是你們可以叫我Jane 我已經習慣叫我Jane 對 然後我是英文老師 不過就是 我從 我出社會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過任何一個政治的工作 對 就是 我很喜歡的旅 就是旅遊 然後 尤其我不想要被任何一個政治的工作 給幫助 但是以前在旅遊的時候 我曾經就是 有 嗯 你們在那個community啊 就是怎麼說 有點像有桃花園 那種感覺 就是 大家去建造一個那樣的社會 對 那 那是我那時候在澳洲 我有去體驗過那樣的環境 然後 就是把人 回歸到最 最簡單 就是 其實是忘了我們現在的 這些 壓力 而且那時候是很有勇氣的 想要去追尋這些東西 但是因為我回來台灣 已經有點 就是已經 嗯 三四年了 但是讓我忘記當初 那時候的夢想 而且在台灣之後 是覺得說 哇好像大家會不會找人 要追逐金錢 但是現在生活中的小學生 我覺得這都是 就是 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我們應該要 讓心靈更 嗯 更好 然後 要怎麼樣 就是 我就說那樣的生活 但是 我一直想要去串連這種東西 是 算是 全世界各地 歐洲有很多這樣的環境 好像以色列 他們叫Kibos 就是很多地方都有這樣的生活 但是我們在台灣 有這樣寫阿燦 它是 跟宗教有關的 但是 因為我發現說 我不想要 因為說 我感覺自己年紀大了 然後去 放棄去追求這樣的夢想 但是我知道說 我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並不是我自己一個人 能夠去 達成的 完成的 所以我希望說 就是 如果說大家有這樣的 嗯 像我這樣的生活的人 然後我希望是 我們可以去把這些東西 這樣的理念 像別人有這樣的生活 然後可以呈現給台灣這些人 就是 給我們 就是讓我們大家知道說 我們其實是可以有 不一樣的生活方式 可是那樣的生活方式 是會非常開心的 而不是一直去追逐這些物質上的東西 對 謝謝 好 謝謝 然後最後一位是我們的 志工夥伴 這個 來自中興大學新聞社社長 林樂烈 掌聲鼓 彥杰 大家好 我是彥杰 然後我是中興大學新聞社長 對 然後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最近有 在網上有一個很好的廣告 叫 人生各自經常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就是 他的廣告是說 就是他一開始是 一群人在跑馬拉松 然後 跑馬拉松之後 他就開始說 人生是一堂馬拉松 然後 然後 就要遵循的規則 然後遵循的 前方 我們要一直往前跑 那只能說可以跑到終點呢 不知道 我們就是要一直跑下去 然後到終點的時候 突然出現一個 一個片段 然後那個男主角就突然 轉頭跟鏡頭說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人生真的是一場馬拉松嗎 為什麼我們要照著別人的規則走 為什麼我們要就是 照著別人的終點走 就是像剛才很多人講的 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追尋別人的價值 對 我覺得 像我覺得 身邊很多人就是他們會追尋 就是 可能要讀更高 或是他想要得 就是 賺更多錢 那 其實我覺得說 到底人的價值是什麼 這東西我覺得應該能可以去思考一下 所以 我自己 有三個關鍵 一個是傳播 然後一個是 對話 一個是 分享 就是 我覺得說 我自己也去過很多社團的活動 然後就是 發現認識很多人 其實 像我分享我最近去漁獲中心好了 就是漁獲中心 我去漁獲中心的時候 那時候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裡面都是這種做勞力的工作 就是大家 可能都是 要沒有知識 或者說 就是沒什麼 就是學歷的才會做這種工作 那我去裡面發現之後 去進去裡面發現之後 就是 每個人都很有想法 那 像是其中一個 他就是 一個公務員 他 月入40多K 可是他為什麼要在那邊堅持 因為他家裡就是 可能就是 有一些狀況 所以他比較出來 出來堅持 那 所以就是 我覺得說 其實很多人 他是需要被看見 對 所以我希望 藉由傳播力量 讓更多人被看見 所以我希望投入這次傳播業 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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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